可是另外有一群人 他們來到了北海岸的金山 這裡雖然水災已經過去一個星期了 可是還是有一些住戶無力清掃 於是志工是再次動員 帶著慰問力前往 山圖的颱風帶來豪雨 東北角山區溪水暴漲 重創新北京山區 回想起當時景象 居民心中餘季猶群 110 超過的 淹水已經退去一周 大部分的家庭都已經清掃得差不多 但是對於許多的住戶來說 清掃家園還有重重考驗要通過 清泉裡的那個居住的地形 就是居住的環境就是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的集中 據里長這邊我了解 他是說可能是獨居的 比較沒有晚輩可以回來協助的那個部分 這個在我們走到防盜的 我們都還會再關心 再了解一下 你今天 我想到的圓圓是怎樣 我手邊都在外面 我就是要來打一個電話 跟我說我這個牌不算是不便宜的 剛才你打電話就好了 志工們帶著四十份祝福禮與維穩金 二度來到災區探訪 以戶戶關心居民的需要 好幾乎你們住宅 快三十個來給我倒清 我清了清去 慈濟志工與社工一共動員了七位人力 希望不露接任何人的需要 送上慰問也了解住戶的需求 減輕擔憂 在新聞 古雅琴 李健寬 新北報導